我在家裡的客廳 我邊吃東西邊打開新聞電視 然後我就聽到了 今天三峽大爆吸 對… 我耳朵都說起來 三峽大爆吸 他就講說 今天才在剛剛 拖出了一具男同學的屍體 我在定睛一看他在哪 就在我昨天游泳 做實驗的那個區段 一摸摸一樣樣的地方 等於說 我昨天這個晚上 只時一到這一段時間 我就在他的頭上 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就是在跟他鴛鴦共癒的感覺 更溺斃的屍體 鴛鴦共癒 真的只有大膽宣作得到 如今正值農曆七月 根據民俗傳統 會特別提醒 不要到溪邊或海邊吸水 以免碰上水鬼 發生危險 而曾是台灣知名 靈異節目主持人的 陳又欣 璇璇 也特別收訪分享 曾到溺水案件頻傳的 知名危險流域 大爆吸 錄節目碰上的恐怖故事 我曾經出過一個外景 叫大膽旅行團 所以大家那時候都叫我大膽炫 那我們這個外景 就是要挑戰一些人的極限 然後有一次 就是正值夏天 非常應景的 就是要去一些危險的水域流域 去那邊做挑戰實驗 那我們節目的製作人 那時候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全台灣的十大死亡流域之一 就是三峽的大爆吸 那天晚上我們就挑了一個 紫時道的時間 晚上十一點過後 那我們外景隊就到達現場 問一下附近的居民 哪一段流域呢 它是屬於溺斃人數最多的地方 我們就要到那個地方去做實驗 那到達現場之後呢 我看到那條溪 它的寬度其實是跟其他的區域段來比 是真的比較長一點的 製作人要求我就是 完全沒有穿這個救生衣 扶手背的情況之下 就僅僅綁著一條白色的銅軍繩在身上 就請我在溪流上面 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然後我一直來回反覆的游 游到我其實體力真的是已經快要耗盡 那我就對著岸上我就喊 我就說可以不要游了嗎 我覺得我真的是已經快要沒體力了 然後製作人當然就給我回覆說 你就是要繼續游 游到就是有他們想要拍的這些效果 有畫面為止 不然的話就是不能收工 我整個那時候就覺得 我就一直筋疲力盡 那我們都知道 人差不多在如果精神很耗弱很虛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磁場就會受干擾 那當時我在游的最後一趟的時候 游到這個溪面的中間的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一陣腳底 很強的一個水流的感覺 一直要把我往下拉 但是我就是覺得非常的困惑 剛剛我已經游了好幾次 都是同樣的區域 完全就沒有這種水流 好像我們說的什麼漩渦的感覺 是沒有感受到的 但是在此時此刻 突然那個水流的力量是非常強大 就一直要把我往下拉 後來我就是非常的緊張 我整個快要滅頂 我就一直呼救 然後對著岸上的製作單位就說 我覺得我已經快死了 我已經快溺死了 趕快趕快救我 我就一直呼叫 那製作人那時候也真的是很沒良心 他就說先不准救他 不准救他 先拍 我就在整個溪面就這樣載浮載沉 載浮載沉 吃了好幾口水 後來是攝影大哥跟社助 他看這不對 這看起來已經真的快要滅頂了 會出事啊 他就罵了製作人髒話之後 就說出事啊 然後就把攝影機丟在地上 那我們知道大爆溪那邊不是沙灘 它是屬於利潭嘛 然後就直接放在石頭上 哇 攝影機就是斜斜的這樣子擺放著 他們就一個就衝下去 趕快去拉我 另外一個就拉同軍神 這樣子把我趕快拉回來 按上 那因為情況真的很緊急 那個利潭 我又穿短褲下去游的 被他們拉上來的時候 哇 拉頭髮脫的啦 拉衣服這樣子脫上來的 我上岸的時候我的腿部皮膚 整個都是被石頭劃傷 破皮流血很嚴重 那那時候他們還在幫我檢查 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傷口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我的大腿呢 有一個紅紅紫紫的大大的手掌印 印在上面 而且皮膚上面是有點凸起來的 就很像過敏之後 不是皮膚會往上凸嗎 像蚊子咬過那種凸 然後大家嚇一跳啊 想說這手掌是哪來的 然後一個攝影師就過來 他就比對一下 他就看 哇 這比一個大男人的手掌還要大 大概兩倍大 那這個手是哪裡來的 所以大家整個就超毛 攝影大哥 因為攝影機是放地上 就先檢查一下機器有沒有摔壞 他在回放袋子的時候 不得了了 他看到他們在脫救我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白色衣服的影子 從我的頭上方畫過去 所以大家那時候就驚呆了 想說這白色影子是什麼 我在家裡的客廳 我邊吃東西邊打開新聞電視 然後我就聽到了 今天三峽大爆心 對… 我耳朵都塑起來 三峽大爆心 我仔細看新聞內容是什麼 好 他就講說 今天才在剛剛拖出了一具男同學的屍體 那這一具男同學的屍體是怎麼樣出現的 就是因為在前一天 一群同學去大爆心玩水 那這個男同學他就是不見了 因為同學們看他就是玩水之後 好像就是溺水現象 然後之後他就滅頂不見了 孩子們他們就是很擔心害怕會被家長罵 被老師罵 所以他們就真的眼睜睜看著他們的那一位男同學 就這樣滅頂不見了 但是不敢報警 也不敢跟家長說 那是因為這個男同學的媽媽 他就是問這些同學 你們都回來了 我兒子呢 一戶一戶的打過去問 後來直到有一個女同學 他就是受不了他自己的良心 然後他就覺得說過意不去 他就大哭就跟這個男同學媽媽說 阿姨其實事情是這樣子的 他就把事情經過就跟他講 講完之後媽媽緊張啊 就趕快打電話報警 然後所有的這些警校都趕快到現場去搜救 然後才會把這一句男同學的大體 那時候卡在石縫裡面 再把它給拖出來 到這邊我再定睛一看 這個新聞的那個片段那個畫面 他在哪 就在我昨天游泳做實驗的那個區段 一摸摸一樣樣的地方 他拖起來的地方 他新聞指出是這個地方對不對 我就在他的頭上 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等於說我昨天這個晚上 子時一到這一段時間 就是在跟他鴛鴦共癒的感覺 我就在頭上在畫來畫去 畫來畫去 那到底那個力量 是不是他給我的 還是那個白色飄過去的影子 還是這一段流域裡面 因為有溺死非常非常多的人 其中一個要來抓交替的 那就不得而知